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酸痛的厉害 眨了几下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花了三个多小时的复杂妆容 彻底花掉 联系上傅恒眉 妈妈在一旁有些生气地问道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 那她怎么说 我咧开嘴想笑 眼泪却越聚越多 想起刚才我给傅恒打去的电话 我还没说话 电话那头就传来度然的哭泣声 傅恒哥都怪我不好 明明今天是你和夏里姐姐订婚的日子 是我拖累了你 而傅恒体贴地安慰着她 一个订婚宴而已 哪有命重要 这次订婚不成 还有下次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 安心养伤 这段对话结束 我不敢再听傅恒说些什么 手忙脚乱的就把电话挂断 妈妈看向我 眼里全是对我不争气的指责 傅恒说 要走你不会拦着她 她是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处理 连个订婚的时间都没有 爸爸看妈妈情绪激动 赶忙搂着她小声劝慰 而傅恒的亲戚坐在一旁 面面相去都不敢说话 就在刚刚 我相恋三年的男朋友 为了他的资助声 从订婚宴上当场离开 傅恒 你今天要是从订婚宴上离开 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 傅恒安慰着我笑道 别闹了阿里 我一会就回来 耽误不了多久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今天踏出这个酒店门口 我们就分手 傅恒定定地看着我 语气依然温和 不要把分手挂在嘴边 这次是我对不起你 等我回来 下次我一定会不及你一个 更盛大的订婚宴 我被情绪冲昏头脑 一时之间有些歇斯底里 傅恒 你是我男朋友 我的未婚夫 你知道这个订婚宴 我策划了有多久吗 你什么时候离开都行 就今天不行 我堵在门口 不让他出去 傅恒不悦地促起眉 我知道 这是他生气的前兆 夏里 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和疯婆子有什么区别 杜然从楼上摔下来了受了伤 她一个小女孩无依无靠的 我作为她的资助者 去帮帮她怎么了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漠 这么没有同情心 你以前不这样的 傅恒漆黑的眼眸看着我 里面的冷漠几乎要刺穿我的心脏 宾客那边 你记得安排一下 我现在马上就要离开 说完 她扶落我横在门口的手臂 头也不回地离开酒店 我没有注意到 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闪烁了几下 备注度然的人又发来了几条信息 我正对着镜子 看到里面衣着光鲜 妆容精致 但面目猙獰的自己 一字一顿地说 夏里和傅恒从今天开始彻底结束了 像是在阐述事实 也像是在告诫自己 傅恒走后 我体面地安排宾客退场 劝了半天将父母送出酒店 途中不是没有一些 或是不屑或是看笑话的眼神 但我都选择了无事 我家世不差 在圈子里向来高傲 和复恒在一起后 更是鲜少有人来招惹我 但我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我换下礼服准备离开酒店时 被一个女人拦了下来 她和我向来不对付 读书时争班级第一的位置 谈恋爱时 我们又都喜欢上了傅恒 而傅恒最后选择了我 自此之后 她见了我便少不了冷嘲热讽 哟 夏里 这么狼狈呀 看来你终于被傅恒玩腻了呀 我就说嘛 你这种人早晚会被她甩了的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那也比你好 骑马你上赶着跟她玩她都不愿意 你女人气急 哼 别人怕你们下事 我可不怕你 你以为谁都愿意像你一样 跟挑狗似的一心只围着男人打转吗 我都接手我家项目赚了一个亿了 你呢 这么多年了我都看明白了 你还傻乎乎地以为傅恒爱你 笑死 只不过你刚好是追她的那些人里 综合素质还算可以的备胎罢了 要是有比你更年轻漂亮的 你觉得她还会和你在一起 她看着我的神色又开口道 不会被我说中了吧 傅恒真找小三了 哈哈哈哈 夏里你也有今天啊 我有些气恼 和你有什么关系 和我是没什么关系 但看到你不高兴 我就高兴了 我推开她 面无表情地向前走 路上听到傅恒的朋友 在我背后嘀咕 她刚才一下都不反驳 看来她真的被恒哥甩了 真是太好了 早看她这张死人脸不顺眼了 装什么高傲白莲花的天天 咱们打赌看过多少天 夏里又会像条哈巴狗一样 贴在恒哥身上 我猜不超过三天 以前恒哥找小明星 他都不生气 这次估计也一样 我听着身后人们对我的贬低 心像玻璃一样碎成粉末 我于复衡而言 就是退而求其次的Plan B 可以在闲暇时分给我一些爱 就像分给家里的宠物小猫一样的爱 我的高傲与自尊 早在复衡不停地打压 与弱吉弱离下消失不见 我没有反驳他们 因为以前的我确实是这样 以为无限包容 降低底线 就可以换来复衡的垂帘与爱 我总在心里说服自己 起码我是大方 复衡找多少女人 都动摇不了我的位置 但爱并不是这样 不是我待在家里给她洗衣做饭 一颗心掉在她身上就是爱 不是我包容她身边的一切 放任她的朋友 对我冷嘲热讽就是爱 不是我帮她处理小三小四 还要在宴会上和她强颜欢笑 就是爱 爱是积极 是尊重 是独立 那天的事情 后来传到了复衡的耳中 距离我们订婚闹剧一周后 她给我打来了电话 那天的事情我才知道 她们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你别生气啊 阿里 我给你买了你想要的那颗粉钻 我把它打成戒指 下次见你就当陪礼了 但是阿里 我还是得说你两句 酒店门口这么多人 你怎么能给我的朋友们甩脸子呢 万一被狗仔拍到了 多丢人啊 你把我的面子往哪放 他们嘲讽你 你不会先忍一下吗 之后给我说我肯定给你做主的 你看看人家杜然多淑女 你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放心跟你结婚呢 算了 不说这些了 我爸说了 等下个月 咱们重新办订婚宴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比这次还要豪华和盛大的订婚典礼 杜然杜然 又是杜然 自从几个月前傅恒开始资助杜然 就多次提起她的名字 到后来 她的名字越来越多次出现在 我和傅恒的饭桌上 聊天记录中 甚至是床上 我和傅恒恋爱三年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她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但我喜欢了她那么久 我不甘心就这样放手 我总是想着 或许订婚后就好了 订婚后她就收心了 可没想到 傅恒这次为杜然放弃了我们的订婚宴 狠狠地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 我在电话这边有些无语 傅恒 我们分手了 我和你说过的 当你从订婚宴离开的那一刻 我们就分手了 傅恒的语气陡然变冷 阿黎 你知道我的脾气 别开这种玩笑 我就当自己没听过这句话 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不会再缠着你了 你可以放心 我不会再跟你扯上任何关系了 夏里 你说这些就不怕我和别人订婚 不要你了 傅恒的语气中暗含威胁 我嘲讽地笑了笑 是 你傅恒身边什么时候缺过女人呢 就连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都没耽误你去找嫩魔约炮完一夜情 所以你想找谁订婚你随意 我说完 没有犹豫便将她的电话挂断 并把她的联系方式全都落黑 既然说要分开 那就断得彻彻底底最好 但为什么我的心会这样痛 我仰躺在沙发上 泪水在脸颊上无声地滑落 我的心脏在胸腔中紧缩 每一次跳动都伴随着剧烈的痛感 仿佛每一次跳动都在提醒我所失去的 我知道傅恒之所以这么说 是笃定我不会离开他 毕竟我们的相识 起源于我大学一次回校走夜路时 我被一群小混混拦下 他们想要对我动手动脚 是路过的傅恒就吓了我 他像一个盖世英雄一般 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我因此对他一见钟情 又百般依赖 甚至可以包容 他和我在一起之后的一些出轨行为 所以他向来有恃无恐 觉得只要多哄一哄我 我就会自己消了气 主动与他和好 我离不开他 所有人都知道 但这次 我不想再继续自我欺骗下去了 以前想着订婚后就好了 但是人的劣根性不会消失 只有我会日复一日地沉浸在 订婚后就好了 结婚后就好了 再到生孩子绑住他就好了的期待中 最终成为我以前最讨厌的 自怨自艺的祥林嫂 分手后的一个月 傅恒没有再联系我 像是故意要给我一个教训 想要让我吃醋着急 然后主动回去找他求和 这个月里他的花边新闻 不停地在圈子里流传 不是包了哪个嫩魔 就是找了哪个小明星 身边的姑娘一个个像朵娇俏的花 我的耳边也时常传来他朋友 让我找傅恒求和的暗示 但我依然无动于衷 没了我的存在 傅恒和杜然更像是放开了一般私混在一起 杜然每天在朋友圈中 发着他与傅恒的行程 他还没毕业就做了傅恒的私人助理 成了旁人艳羡的对象 今天傅恒带他去奢侈品的晚宴 明天傅恒在雷宇天陪了他一整夜 后天又带他去行业峰会 见各路大佬 现在如果想知道傅恒的行程 直接看杜然的朋友圈就可以 而我和杜然的聊天记录 始终只有他刚加我时发来的一条 是我们订婚那天 你信不信我一个信息 就让他抛下准备订婚的你来找我 我当时把这当作小女孩的气话 没有理睬他 却没想到因此重重跌了跟头 那时我才知道 在傅恒的二选一中 我永远是被抛下的那个 而我现在不想再做plan 也不想再停留原地 等他再一次将我抛下 我坐在家中看着窗外 绿意盎然 突然想出去走走 去看看我曾经没有看到的世界 这些年来 我执拗地守着自己对傅恒的爱 一步也不肯离开 但现在爱消失了 我也该离开了 和哥哥说了自己的打算后 不到一小时 他就决定 让我去为公司开辟战国市场 非得是我去吗 我和你说的是 我想出去旅游 不是想去工作 我用手扒拉着门框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又看向爸妈 妈妈有些不忍 想要拦住哥哥的动作 小黎这一段心情不好 还给他安排什么工作 哪有你这样当哥哥的 你是周八皮吗 公司要开辟安国市场 我在国内走不开 爸年纪又大了 小黎不去谁去 哥哥无奈地说道 小黎从小能力比我还强 这么多年 要不是为了复衡 一直不肯接手公司里的事情 咱们家早就在上一个台阶了 这次不管怎么说 你都不能推脱 你不是想散心吗 那刚好去游国 用工作麻痹自己 省得你天天脑子里情啊爱啊的 我任命地提着行李上了飞机 独自一人开启了前往安国的长途飞行 刚坐上飞机整理好行李 我就戴上眼罩 准备进入梦乡 是小黎吗 一道轻烈好听的男声 传进我的耳中 截断点 我拉下眼罩 一个身量新长 戴着黑色口罩的男人 站在我的座位旁 男人长着一双桃花眼 眼眸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他看到我正在辨认的表情 随即拉下了口罩 是我我看到他清晰俊朗的面容 有些惊喜地说道 学长 你也要去恩国呀 我口中的学长 也就是裴经莫笑着点了点头 我收到了安国的offer 要去那里的大学做教授 小黎你呢 没想到会在飞机上遇到你 前一段看到你朋友圈说 你要订婚了 我的笑容逐渐有些凝固在脸上 不知道该怎么措辞 告诉他我失败的订婚宴 嗯 出了点意外 我和他分手了 这次去恩国是帮我家公司拓展项目 裴经莫看出我的为难 没再谈这个内容 那我们在恩国就可以常见面了 我笑着用力点头 我和裴经莫是在大学的话剧社中认识的 裴经莫是话剧社的社长 他长得很帅 又才华横溢 是排练话剧时男主角的不二之选 彼时 我们两个在文学上有很多共鸣 也曾多次合作创作出了 许多反响 很好的话剧表演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们新创作的一个话剧成功首演 话剧社的人 约好一起去庆祝 大家喝醉酒后裴经莫送我回家 天上繁星点点 我们在路上谈论着自己喜欢的文学 我们贴得很近 他身上传来的淡淡雪松香气 让我有些意乱情迷 那天 我有一种我们是灵魂伴侣的错觉 我的心也不自觉向他偏移 我本想等他向我表白 可是后来 我爱上复衡后 就一门心思地围着他打转 放下的笔再也没有拿起 和裴经莫的关系 已逐渐疏远 没再见面 这次我们在飞机上的重逢 看着他熟悉的眼眸 我突然又感受到了 自己空虚的心房 传来蓬勃有力的心跳 刚到安国的第一周 傅恒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本不想接 但来人切而不舍地给我打着电话 仿佛我不接电话 就不会停止动作 我刚接起电话 对面一阵沉默 仿佛是想等我先开口 刚来安国 公司事务繁多 对面一直没人说话 我有些不耐烦 不说话 我就挂了 傅恒终于开口 他的声音有点嘶哑 又带着些许醉意 阿黎 一个多月了 玩够了吗 你以前没有这么久不来找我 下室也没那么缺人吧 让你一个大小街去安国 你也该回来了 我有些无语 傅恒 什么事玩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和你玩笑 下室缺不缺人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行踪 你也管不着 刚到安国 事情的积压 让我的心情很是烦躁 说话语气 也不自觉有些冲 你能不能别用这种语气 和我说话 过了这么久 还没消气吗 我和你道歉 还给你买粉钻 又要给你补定婚宴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的气性 怎么总是这么大 傅恒的语气 染上怒色 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去国外 每天和一堆男人打交道 你看看 你还有点女人样吗 你的教养去哪了 你以前不这样的 我被傅恒的话气笑了 他凭什么要求 我在离开他之后 还像一个整天 怨天尤人的家庭主妇 待在家里 只为给他做饭 和被他睡 我以前什么样 傅恒 你打电话 就是为了教训我的吗 什么叫女人样 你说这话的时候 怎么不问问 你死去的妈 有没有女人样 你以为咱们圈子里 是有谁不知道 你爸是上门女婿吗 你说的女人样 要是杜然那种的 那抱歉啊 我这辈子不可能有 你 傅恒气急 我打电话 是想找你和你好好说的 我订了下个月二号的酒店 咱们重新办个订婚宴 你从安国回来 你今天说的这些 我就当没听到 但是订婚以后 你就不要再做这种 抛头露面的工作了 我也会收心的 以前那些事 咱们都直接翻篇 我的怒意直冲天灵盖 你说翻篇就翻篇了 我再给你说一遍 这个婚女爱找谁定找谁定 咱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这么恨嫁你 就去找杜然 我看她挺想和你结婚的 发泄完心中的怒火 我就一气呵成的 把电话挂断拉黑 又将手机关机 情绪刚恢复平静 突然听见家门被人敲响 是你呀学长 怎么了 我一开门 发现是裴经墨 他穿着家居服 但扣子只扣了两颗 腹肌随着他的动作若隐若现 雪白的胸口半袒露着引人瑕疵 我看着眼前美景 暗暗吞了口口水 在心里吐槽他的不守难得 我和裴经墨是在来丹国的那天 才发现我们两家是隔壁 裴经墨笑容和煦道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关机了 所以就来敲门问问你 今晚还忙吗 我听学校里的学生说 今晚海边有烟火大会 听到烟火大会 我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不忙 在哪里 在礁石海滩 到晚上我们先一起吃个饭 然后我开车载你去 我连忙点头 好 那晚上见 我扬起笑容 晚上见 晚饭后 我和裴经墨来到礁石海滩 我们并肩走在柔软的沙滩上 周围是成群的观众 不一会儿 一阵清脆的响声滑破寂静 烟花冲天而起 宛如彩蝶飞舞 将漆黑的夜空 装点成一片绚烂多彩的画卷 裴经墨时不时地偏头过来看我 眼中闪烁着难以言喻的情感 烟花照亮了她的脸庞 给她轮廓分明的五官 镀上了一层光辉 我的脸上不由攀上一丝飞色 裴经墨轻声说道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也是在一个烟花漫天的夜晚 那时的你和现在一样 让人一不开眼睛 我的脸颊有些微微发烫 当然记得 是我大一的时候 那天认识你之后 就被你拐进了话剧社 裴经墨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那你不还得感谢我 挖掘出了你的天赋 我笑而不语 心里也在默默赞同他的说法 如果不是裴经墨 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在导演方面 有很大的兴趣和天赋 我们两个都没有在说话 气氛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 裴经墨突然停下了脚步 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两人的距离在不经意间拉近 近到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他低头凝视着我 眼神中充满了深情和期待 夏里 这些烟花真美 但你知道吗 在我眼里 你比任何烟花都要耀眼 裴经墨看着我的眼睛 认真地说道 我心头一动 我可以把这理解为 你在向我表白吗 是的 其实这句话 我在四年前就想说了 夏里女士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裴经墨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的心跳不由地加速 抬头与裴经墨的目光相遇 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能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 以及他眼中那份不言而喻的情感 我望向他真诚地眼眸 答应的话差点脱口而出 但心中仍有些犹豫 和傅恒在一起的三年 我爱他爱得遍体鳞伤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再去爱的勇气 我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 能不能全心全意地爱你 你知道的 我上段感情 我斟酌着字句 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讲述 没关系的小黎 没关系的 我不在乎你上段感情怎么样 我在乎的只有你这个人 以前怎么样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和我的以后 错过你一次 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了 我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 裴经墨的衣角 仿佛在确认这份表白真实的存在 那就请多多关照 我的男朋友 我扬起笑容 我愿意给裴经墨一次机会 也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 烟花在空中爆炸 声响成为了我们之间 唯一的背景音乐 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暧昧气息 裴经墨渐渐靠近 终于 他的唇轻轻触碰到了我的唇 那一刹那 仿佛有电流穿过我们的身体 他的手轻轻环绕住我的腰 将我更紧密地拉向他 我也慢慢地回应着他的吻 我们的心跳在彼此的拥抱中同步 回到家后 我看到裴经墨罕见地发了一条动态 既经波折 但幸而终成正果 佩图是我和他 今天在烟花大会下接吻的照片 曾经我们话剧社的很多成员 都在这条朋友圈下打去玩笑 老裴这望七时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把咱们设花给抱回来了 我看着这些评论 耳根到脸颊都开始争腾 我大学至今的好朋友 顾欣直接给我打来了电话 电话府一接通 就几乎被他在话筒中的尖锐爆名 刺穿耳膜 啊 李李你终于和陪学长在一起了 你不知道我大学的时候 有多磕你们俩 前段时间 你要和别人订婚我还在可惜呢 没想到峰回路转 我的CP终于成真了 我听着他激动的话语 感觉有些好笑 我和学长大学时候还只是朋友 你怎么就磕起来了 话剧社的涉草涉花 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当时想让你们两个在一起的人 有很多 哎 要不是后来 顾欣的语气低落一瞬 又重新恢复活力 不过我们李李现在也是终于脱离苦海 奔赴新生活了 电话挂断后 裴经墨坐在沙发上 从身后环抱住我 我倒在他怀中 感受着他身体的温暖和坚实 我清楚地闻到了 他身上依旧好闻的雪松香气 他低头吻了吻我的发丝 和顾欣说的什么呀 我在他怀里笑着说 他说大学时就有人觉得我们很配 没想到我们现在真的在一起了 裴经墨轻声说道 其实我当时想在你二十岁生日时 向你表白 但没想到在那之前 你遇到了傅衡 我将身体转正 看着他温柔的眼眸 在他的唇上啄了一口 打断了他的未尽之语 亲完之后 脸色迅速飞红一片 裴经墨轻笑出声 按住我的后脑 将我们的唇再次贴在一起 这个吻开始很温柔 渐渐地变得更加深情和热烈 他的手缓缓上移 轻轻抚摸我的发丝 而我则紧紧抱住他的颈部 回应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气氛变得越发甜蜜和暧昧 一吻完毕 裴经墨眼神忧深地 用拇指抹扎着我的嘴唇 我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嘴都肿了 裴经墨没有说话 其身又吻了上去 这个夜晚 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弥漫着我们之间甜蜜 和暧昧的痕迹 看到这条朋友圈的不止他们 还有傅恒的朋友 夜晚 傅恒和他的顽固朋友们 聚在一起 他漫不经心地叼着烟 眉眼间有一丝疲惫 聚会上的一个顽固装揽 和裴经墨认识 他刷到那条朋友圈后 转发给了身边的朋友 他们几个面面相去 谁都不敢先说话 傅恒察觉有些冷调的场子 皱起了眉头 你们一个个地干什么呢 装揽试探性地开口 傅哥 我刚才刷到裴经墨的朋友圈了 就那个夏离姐大学 在话剧社的朋友 听到夏离的名字 傅恒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刷到他的朋友圈又怎么了 你们有微信好友 刷到不是挺正常的 傅恒身边一个还不知道 什么情况的男人开口道 傅恒没有开口 只是吐出口中的烟圈 将桌子上的酒一饮而尽 他想起今天和夏离打电话时 他骂他的情景 傅恒觉得自己很委屈 他已经为了夏离修理了 那天在背后说他的朋友 又为他订了更豪华的酒店 设计了更完美的订婚仪式 只为补上那天的残缺 夏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还乱吃杜然的飞醋 杜然一个刚上大学不久的女孩 在餐厅上菜时被性骚扰 幸好自己就吓了他 当时就下杜然也是想起了 曾经和夏离的初见 之后出于可怜资助杜然 给他一份工作又有什么不行 富士集团又不缺一份工作 再说了那天 杜然从楼上摔下来 要不是抢就及时 腿说不定都要废了 难不成要让杜然瘸着腿 去餐厅刷盘子吗 傅恒不知道 为什么夏离会变成这样 明明他也是 曾经遭受过流氓的骚扰 怎么还能对杜然这么冷漠 他承认 自己在看到杜然娇俏的面容 和青春的年纪时 心有一些游离 但这么多年 连自己找那摩夏离都不在意 怎么偏偏这时闹起了脾气 傅恒想起杜然说的 自己对夏离太纵容了 确实是该冷着他 给他一点教训了 对面的妆懒 面色古怪地开口道 傅哥 裴经墨的朋友圈 是他和夏离的官宣 包间骤然安静下来 傅恒身边的人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就是他和夏离在一起了 还发了他们俩接吻的照片 手机给我 傅恒眼神冷漠地看向庄懒 哑声说道 庄懒犹豫了一下 将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 心中却在暗暗地埋怨自己 不该把这件事说出来 傅恒盯着手机屏幕良久 随后暴怒地将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包间中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了一跳 庄懒在心里 为自己的手机默爱了一秒 今天就到这吧 我没什么兴致 傅恒冷声说完 便面无表情地离开了包间 夏离和裴经墨接吻的照片 在傅恒脑海里久久盘旋 夏离怎么敢的 他真的就这么放弃自己了吗 傅恒不相信 但事实是 从今天白天那通电话之后 他就再也联系不上夏离了 去他家 他爸妈哥哥对他的联系方式 也是无可奉告 傅恒用力攥起的拳头 有一些顿痛时 他才终于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的掌心 渗出了一些血珠 他不慎在意地将血珠 在自己昂贵的西服上 随手抹去 突然想到 如果夏离这时 在的话 一定又会牢到他 衣服上会有很多细菌 进入伤口了 以前夏离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傅恒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 自己会这么离不开夏离 他嘴角泛起苦笑 夏离这次 到底要闹多久的脾气 而被傅恒念叨着的我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终于将下市的分公司 在南国扶上正轨 公司顺利完成 第一个项目那天 刚好是圣诞节 我和裴京墨订了一个餐厅 准备去庆祝一下 和他在一起后 我感受到了以前 从未有过的尊重 包容 耐心与爱 我生病发烧 他整夜没喝过眼 一直在照顾我 为我量体温 喂药 敷毛巾 直到我的病情好转 公司渐入佳境后 我说自己还想要去寻找做导演的梦想 裴京墨为我牵头拉线 带我认识了很多半国的导演与编剧 又拜托了他们带我学习 傅恒要求我成为一个美丽娇弱 如兔丝花般的女孩 而裴京墨又重新帮我做回那个 独立 自由 坚定的女人 在圣诞夜的餐厅里 裴京墨向我求婚了 莉莉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很幸福 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妻子 让我有权利照顾你 爱你 与你共度一生 裴京墨穿着西装 单膝下跪 深情地说道 夏礼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心跳一瞬间加速 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只剩下我和裴京墨 这一次 我没有再犹豫 点头的瞬间 泪水盈盈落下 我伸出左手 努力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 声音有些颤抖 我愿意 三个月后 我和裴京墨 在安国举行了婚礼 我们没有大办宴席 也没有广邀宾客 而是一切从简 只请了我们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来一起见证我们的爱情 晚上 我洗完澡后 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到裴京墨从浴室中出来 他只在腰部围了一圈浴巾 宽肩斩腰 八块腹肌 没有因为服按工作 而失去轮廓 还有一些未擦干的水珠 从肌肉划过 下半身若隐若现 看到眼前的美景 我感觉有些口渴 和裴京墨在一起一年多 我们坦诚相待过很多次 但我每次看到他完美的身材 都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害羞起来 裴京墨向我走来 将我拦腰抱起 轻轻放在床上 李莉 今天是我们的新婚夜 她的眼中满是笑意 我们直接到天亮吧 她趴在我耳边低声说着 呼吸打在我耳畔 我觉得有些痒 我的脸上满是羞意 看你表现吧 裴京墨轻笑 然后稳住了我 炙热地稳一路向下 喘息声交叠至天光乍起 我没想到 傅恒竟能找到 我安国的住址 在我开门看到他后 我有些正愣 阿里 我终于找到你了 风尘仆仆的傅恒 直接上前抱住了我 我用力正开傅恒 冷声道 你怎么找到这的 你别管我怎么找到的 我们一年多没见了 你不想我吗 和我回去吧 好吗 傅恒将手用力 搭在我的肩膀上 放开 我甩开手臂沉声道 我凭什么和你回去 我们早就分手了 我没同意 我没同意过我们分手 我和杜燃之间 真的什么也没有 我是清白的 你相信我 傅恒急急说道 我把心剖出来 给你看好不好 你和杜燃有没有关系 不用向我解释 我们分手 也不需要你同意 我定定地看着他 你知道吗 你的解释来得太晚了 傅恒 你这根本不是爱我 你从定婚宴逃跑 去找杜燃 你明知道 我会被嘲讽 你还是做了 你在聚会上 包嫩魔和明星 你明知道 我会被非议 你还是做了 你默许你朋友们 对我的轻视 践踏 挑衅 你其实都知道 只是你对我不看重 你不爱我 所以放任 我强忍着 没让眼泪流下来 回想起我曾经遭遇的种种 不敢相信 我竟为了这样一个人 浪费自己几年时光 对不起夏琳 对不起 我只是看到杜燃 就想起了曾经的你 傅恒身形不稳 我回去就把他开除了好吗 我去和那些朋友们绝交 我当然爱你 我只爱你 你看 我把咱们的订婚戒指都拿来了 我给你戴上好不好 傅恒跪在地上 声音颤抖 满眼祈求地看着我 我听着这迟来多年的真情表白 心中却只有荒凉 和傅恒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从来没听到 他说过一句 他爱我 若是从前 我在听完这句话后 可能会心软得一塌糊涂 然后立即原谅他 不管他做了什么 可现在 这句话来得太晚了 两年过去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傅恒 算了吧 我举起左手 给他看我无名纸上的戒指 我已经结婚了 傅恒如遭雷击 正正然站在原地 你是骗我的对吧 阿黎 你是故意气我的 我不相信 我快步走进卧室 拿出结婚证 两个鲜红的证书 举到傅恒眼前 这是我的结婚证 看到了吗 现在信了吗 傅恒站起身 喃喃道 阿黎别闹了 这是假的 他用手禁锢住我的头 强行将嘴唇贴在我的嘴上 感受到嘴唇冰凉的触感 我的胃内一片翻腾 几乎要呕出来 这是真的 我挣脱开来 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清醒了吗 我脸色苍白 突然觉得自己小腹有些坠痛 滚 我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头发凌乱 双眼通红 像只随时会发疯的母兽 傅恒不敢再刺激我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亮呛着从我家离开了 他离开后 我小腹的疼痛还没有缓解 我颤抖着手 打电话给了裴经墨 他以最快速地开车 送我去了医院 恭喜你 怀孕八周了 要好好休养 不要再有剧烈的情绪波动 我有些惊喜地抚摸着小腹 瞬间忘了在家里发生的不快 开始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几个月后 我生下了我们的孩子 裴经墨给他取名为裴木梨 小名是团子 在团子快三岁时 我导演兼编剧的一部电影 终于制作完成 要推上院线 和安国方面的影院 谈好合作后 我和裴经墨决定带着团子回国 下飞机后 我和团子站在机场的一个角落 等待去取托运行李的裴经墨 我站在机场百无聊赖时 突然看到了站在街机口 好似在交集等人的傅恒 和他的新助理 我出国后 傅恒开始接手家里的公司 但他的投资眼光很差 也着实没什么工作能力 上任之后 几乎每个项目都在亏钱 集团内部哀声哉悼 后来他从安国回去后 将杜然开除 但一直围着复横跑的杜然 在学校早就因为挂了很多课 而被开除 想找别的工作 又因为自己没有本科学位证 而四处碰壁 杜然走投无路之际 反手背赐了傅恒 将傅氏两个 马上达成合作的项目 透给了对家集团 丢掉了两个 唾手可得的高利润项目后 傅氏这座大山 就成了外表光鲜 实则虚无的空壳 这次是傅恒他爸 亲自定了个项目 要求傅恒必须全力 把合作方拿下 于是他一个大总裁 就淤尊降贵地 亲自去机场接人 我看到他们的同时 傅恒也看到了我 夏离 傅恒大不向前 他冲上来 边握起我的手腕质问我 夏离 你躲了我五年 终于舍得回来了吗 我在心里默默翻了白眼 没等我说话 我的好大儿就开口了 妈妈 这个怪叔叔好粗鲁 他怎么上来就动手动脚的 我要告诉爸爸 让爸爸来揍他 傅恒这时看到了 站在我腿边的团子 他的语气瞬间激动起来 你什么时候怀孕的 这肯定是咱们的孩子吧 我就知道 你说结婚了是骗我的 你肯定还爱我 但在看到团子的身高时 有些微微迟疑 不过咱们的孩子 怎么五岁了 看着还这么矮 你们两个在国外 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不过没事 回国之后好好补补 团子怒气冲冲地开口 怪叔叔 你才又矮又丑 我还不到三岁 这个身高 不是很正常吗 三岁 傅恒脸上的温和 骤然不见 我唇角扬起笑容 甩开他的手 谁告诉你 这是你儿子的 我不是告诉你 我已经结婚了吗 咱们都分手五年了 我怎么可能 跟你有个不到三岁的儿子 我每说一句话 傅恒的脸色就冷一分 他又想上前拽我 差不多得了夏里 你别演得太过分 我后退几步 跌入刚取回行李的 裴经墨的怀抱 裴经墨脸上带着笑 但笑意不及眼底 傅先生想对我太太做什么 你们傅恒有些不可置信 他还想再说什么 他助力拦住他 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丹尼先生一会就要到了 傅总 你看这个男人 也不像有钱人的样子 谈完合作之后 你再好好和夏小姐说说 傅恒没再说话 而是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 转头大不离去 没事把裴经墨 关心地问道 我笑了笑 没事 团子在旁边插着腰 一脸求表扬地说道 我今天保护了妈妈 还不快夸我 团子最棒了 我说着 在他肉嘟嘟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和国内影院谈合作时 意料之中的受到了很大阻力 富士曾是国内影视界的巨头 近些年虽然因为傅恒的各种奇葩 操作资产缩水很多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卖他爸妈一个面子 我跑了很多家影院和公关公司寻求合作 但他们听说我的名号后就纷纷拒绝 当我又从一家公司失望离开后 遇到了准备进去的傅恒 傅恒看到我便将我拦下 夏里 我想通了 你就算结婚了也没事 你知道我的 只要你和裴经墨离婚 回到我身边 我不嫌弃你和他有过孩子 而且我们在一起 你电影的宣发和排片我给你搞定 你以后想拍什么电影 我都用富士的资源帮你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 心中不由生起一丝厌恶 傅恒 你就是把星星捧在我手上 我都不会回头的 我知道 你和我在一起受了很多委屈 我会对你好的我笑着摇了摇头 傅恒 五年过去了 那些事都如过眼云烟 我早就不在乎了 我不信 你怎么可能 现在说不爱就不爱了呢 傅恒声音尖利 我突然觉得和傅恒说话好累 傅恒 我们分手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们分开的时间 已经比在一起的时间还久了 你爱信不信吧 我先走了 我看着面前双眼星红的傅恒 连忙转身离去 时过境迁 再次看到傅恒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澜 当初和他在一起的三年 在我的记忆里也越来越模糊 在我谈不到合适的影院和宣发时 傅氏的最大对家录士 给我发来了合作邀请 而傅恒像是赌气般的台上来了 自己公司的一部电影和我打擂台 那部电影为了敢和我相同的档期 无奈仓促完工 傅恒又将钱全花去营销宣传 用在后期上的费用少之又少 电影上映前 傅恒给我打来电话 阿里 现在回头你还有机会 我能帮你做的 裴经墨永远做不到 我忽然就笑了 傅恒 我是真觉得你可怜 在你眼里 爱情就一定要用利益来交换吗 难道你爱他 爱到你努力做出来的电影 都能放弃吗 傅恒的声音染上怒意 你到底爱他什么 我爱裴经墨 和我爱电影没有冲突 他尊重我 支持我 他比你好一万倍 就算我不和他在一起 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南墙我已经撞破了 我不会回头的 我和傅恒之前能走到一起 何尝不是因为我们性格相近 都一样的偏执和倔强 浑身竖满锋利的尖刀 但我身上的毛刺 在这些年里被裴经墨慢慢抚平 而傅恒却因为近几年的不顺 看起来更极端了 电影上映后 我的作品迎来了广泛好评 影院上作也几乎场场爆满 而傅恒花了大价钱做营销的那部电影 却因为电影不如营销的十分之一好看 而遭到了舆论反噬 被群嘲扑街 他这次孤注一掷的决策 也让本就飘摇的富士集团 直接走到了破产边缘 傅恒终于放下自己高傲的姿态 每天去跑合作 拉投资 但因为他以前太过狂傲 没有公司同意和他合作 而主动找上来的 他又瞧不起对方 傅恒的姐姐此时从国外回来了 从傅恒妈妈去世后 便没在回国的傅恒 一回国便强势接手了傅氏 随即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傅恒和傅恒之前 在公司塞的一些毒瘤 也被他毫不客气地清理出去 他强硬地将傅氏送去了疗养院 与世隔绝 而对于把傅氏差点搞垮的弟弟傅恒 傅恒更是丝毫不留情 傅敬将傅恒送去非洲开辟项目 说是开辟项目 其实是将傅恒流放到非洲 自生自灭 毕竟当时傅敬出国 就是因为和傅恒斗法失败 傅恒走之前曾去我家找我 但我没有见他 那天是大暴雨 他跪在我家门口 手里拿着一捧绣球花 口袋里装着我们曾经的订婚戒指 他流着眼泪 不停地向我说着道歉的话语 希望我能回头看他一眼 哥哥在窗边看着他 面色有些复杂地说道 傅恒早直今日 当初何必呢 男人不都这个贱养 我漫不经心地说道 一旁正在玩玩具的团子 奶生奶气地说 团子可不是哦 团子最爱妈妈了 团子话音落下 家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笑声 接到附近电话时 我正在试礼服 我的电影入围了电影奖项 我要去电影节走红毯 附近的电话带有些试探性意味 我也明确告知了他 我和傅恒早就结束了 没过两个月 就传来了傅恒死在了非洲战火下的消息 我心中泛起寒意 但还是抑制住自己 没去多问 电影颁奖礼那天 礼堂金碧辉煌 我挽着裴经墨 牵着团子走上了红毯 相机咔咔作响 记者感叹我们三个不输演员的长相 夜幕低垂 星光璀璨的电影颁奖礼上 气氛紧张而激动 我的眼睛紧紧盯着舞台 心里像装了一面小鼓 咚咚地敲打着 我回想起过去两年中 我在那部电影中 投入了所有的热情和汗水 每一个镜头 每一句台词都倾注了我的心血 时间在等待中仿佛凝固了 每一分钟都漫长如一个小时 我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裴经墨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速 呼吸也变得急促 裴经墨安抚地握住我 轻轻地拍了拍 闪光灯不时在会场中闪烁 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 一个巨大的漩涡中心 所有的目光和期待都集中在了 我这个新人导演身上 终于主持人走上舞台 开始宣布最佳导演的提名 今年的最佳导演是一个新人导演 主持人故意拉长了声音 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 我闭上眼睛 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夏琳 当听到我的名字时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会场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感到一阵炫韵 睁开眼睛 看到舞台上闪烁的灯光和热情的观众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站起身 抱住了坐在我旁边的裴金墨 哽咽地说道 老公 谢谢你 我爱你 他笑着轻轻将我推向鲜花簇拥的高台 我走上那条通往舞台的红台 每一步都显得坚定而有力 我知道 这一刻 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站在舞台上 手捧奖杯 我哽咽着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 我的爱人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泪眼朦胧地看向 台下微笑注视着 我的裴金墨和团子 慢慢人生路 有他们陪着我 我想我不会再孤单 我哽咽着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 我哽咽着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